有内部的简讯 来导播找一下把它公开了 这个消息公布的第一时间 我们看到绿云内部 这个赖清德之友 有没有 就公布了一个内部的一个简讯 当然不是公布了 被人家截图留出来 告诉大家要支持谁 踊跃力挺侯友宜 导播有看到吗 把那个截图丢出来一下 好与此同时 来我们回到刚刚那张 大家最关心的谁正谁负的问题 这个部分当然还是会牵动到一些 这个板块的一些移动 对不对 因为毕竟这个克文哲 可以吸纳到一些潜率的一些民众 那这些人呢 对于国民党的厌恶值 或仇恨值比较高 他票投不投下去 当然委员讲得很好嘛 重点合了以后就要赢啊 所以说你这个克文哲要努力 靠着自己的魅力 去把这些票拉回来等等 来导播找到没有 来我们把它丢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好这是赖清德2024总统之友会 有没有最新的告诉大家 台湾的朋友请注意 蓝白河民调可能随时启动 所以接到电话 请唯一支持侯友宜 让柯文哲无法在民调中胜出 因为侯友宜对决赖清德 赖清德的几率比较高 而柯文哲跟赖清德 比较难分难解 寒冰怎么解读 当然我们知道 现在有时候是反串 有时候是反串再反串 反串反串再反串都有 所以你觉得呢 因为我必须很客观的讲 就是为什么我会认为绿营的 会比较把票灌给侯友宜 一个最大原因是 其实前一阵子绿营一直在灌票给郭台铭 大家应该很清楚 那对他们来说 磕的嘴巴比较犀利 磕的个人魅力比较高 所以这一种个人魅力型的是民进党比较难打 那国民党向来组织战 民进党已经跟国民党交手数十年了 所以这一套是他们比较熟悉的战法 那何友宜我也不讳言 他在5月17号被提名之后 他在很多包括座谈会也好 在演讲的这种情况也好 他的个人魅力是无法展现出来的 然后他看起来也不是那种 吃风很犀利 会打中民进党要害的那一型 所以如果要选择对手的话 我认为民进党会比较倾向于选择何友宜 我觉得这是 大部分人的意见应该都不会差太多了 所以在这种状况下 如果这两天很多媒体开始密集在做民调 那我认为这个民调结果 其实相对来说对柯是比较不利 这也就是为什么当柯当初一开始丢全民调出来的时候 我是鼓励侯要立刻接招的 因为我认为直接做民调侯友宜不会输 那现在其实你看我们吵了个半天 吵了好几个月到最后还是全民调 是啊 我们绕林圈回来是做同样的事情 何必呢 所以我觉得不管怎么样过去都过去了 反正现在双脉也各自努力 实际上白银有没有想到这一点 白银也想到 所以白银我也看到他们在动员了 他们在动员他们的人说这里天 要赶快动员你的亲戚朋友 然后爸爸妈妈哥哥姐姐全部 接到电话一定要去支持柯文哲 那我觉得 我当然知道很多人很在乎谁是正谁是负 我跟大家讲我一点都不在乎 管他谁正谁负 对我来讲是不重要 我要的是拉下民进党这是对我来说最重要 其他我都不在乎 这边我问一下这个蓝白真的合你有没有很意外 我真的很意外 你有赌书吗 你有赌书吗 我赌书啊 我赌书本来我是欠一个主持人一杯饮料 但是我跟他讲18号到了如果确定蓝白真的合了 你们整组饮料我全请 对啊 然后结果刚刚又被另外一个主持人听到 恐怕哪一组我也要请 那我们呢 OK啊没有问题 真的没有问题 我们导播立刻大教授我们也要 对啊 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喜事好事嘛 我宁愿输高兴的输 比流泪的赢好吧 不就是这样子吗 对嘛 大家可以不用躺 挺着胸膛躺下嘛 为什么要挺着胸膛躺下呢 对不对 只有一个人这样想 其他人都没有人这样想 好了我们再把那个 绿内部的那个截图刚刚丢一下 刚刚委员提供一个讯息 我觉得蛮有意思的 你看他这个 这个人的名字叫什么 人在麻州也要打死 科布林这些畜生 这什么意思 科布林是 科布林就是科文哲 因为这些台独的分子 他们的认知是 科文哲是叛徒 会把他打死不可 经常都把科文哲当作畜生在看待 所以他就说要打死这个科文哲的意思 因为他们经常不直接讲科文哲 讲科布林 讲科布林 你看请各位 好朋友务必遵守一起团结支持 赖副总统打赢2024总统大选 所以现在第一招出来 绿营的朋友如果接到这个民调的话 赶快要去支持侯友宜 好另一头我们就来谈一下这个科文哲这个角色 当然了一开始大家就讲了嘛 以这个脸上的表情来看 真的是让很大 实质内容也是一样 难怪陈志涵主战派反应这么强烈 那大家就问那科文哲为什么要让呢 不管如何 我再次强调不管谁政谁富 特别是富的那个人 大家真的是要拍拍手多鼓励 愿者服输都签名了哦 不要到时候又说什么细节 你的民调专家不OK 我的民调专家OK等等 千万不要因为这些细节 否则大家会翻脸 过去他说最恨国民党 以前科文哲不是深绿默绿吗 那为什么要合作呢 这句话告诉你 我更痛恨民进党 所以让步的原因 或说他将来如果公布 他就是副手的原因 重点就是要把赖清德拉下来 他今天实在是心情很不好 跟这个国民党那个欢欣鼓舞 完全不一样 他就很坦白呀 我就是心情很不好 明天的拜登习近平要见面 最关键的是我们台湾问题 台湾是全球说我们最会发生战争的地方 结果呢乌克兰以色列 认为不是严重的地方 已经先发生了 我们台湾是最严重的地方怎样 所以我跟大家讲 台湾真的不是不可能发生战争 是有风险的 我当然讨厌国民党 蚊子蟑螂国民党没有错 但然后呢 他说我最讨厌的就是民进党 好这是科文哲的一个理由 那另外民众怎么看 今天这题 我们今天很多的网友 线上等的就是这一题 我要来看看蓝白河到底怎么合 当然接下来还会不会有意外 不会有 蓝委员这个我们刚刚委员 这个铁口之断不会有 不会有 现在只是蓝白河能不能赢 我从已经半年了 很多国民党的朋友一直在骂我 说我主张蓝白河 科侯配 不主张侯科配 有点简单 这是我的判断 蓝白不合 两个都会输光光 而且还波及国民党的立法委员 我一再强调 他们两个都60好几了 我们国民党的立法委员才40几 他是我们国民党未来的希望 怎么可以为了你们两个 为了你侯友宜把国民党立委 通通丢到蓝白桶里面去 这是我是不能忍受的事情嘛 所以我一再强调说 一要蓝白河 二要如果有科侯配 何侯配 侯科配我也能接受 好不好 但是不要以为科侯配侯科配 就稳赢了没有那回事 也很简单嘛 比钱你有耐心得多吗 比人你有耐心得多吗 比手段 对啊 理由在这里 柯文哲 去年来找我的时候 我就跟他讲过了 我说 现在是三国严历 你是那个没有地盘的 蜀国刘备 然后我们国民党是五国 为什么是五国 因为我们的军上昏庸 可是我们的将军都很善战 文臣武将很齐备 跟五国当时的情形是一样 然后问题你碰到一个曹操 要钱有钱 要人有人 要兵有兵 那你五国蜀国不合作 你怎么打赤壁之战 再说难听一点 赤壁之战还靠了很多运气 才打赢 你说借东欧 东欧不然怎么办 对不对 这是一个 很困难的问题 所以蓝白不合 保证溃败 国民党会很惨 但蓝白合了以后 我敢讲至少你好我会赢 但是再努力一点 总统也有可能赢 太阳心全校克肺有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 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心全校克肺有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肺有益生菌 它是有多脂菌种 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正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天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肺有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耸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灵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心全校克肺有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特菲尔时刻美好 Futfield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